CheckGPT大家已经玩了很久了 手机上一直没有出现APP 所以今天我发现了这个CheckGPT在手机 评估手机iOS系统上已经是有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给你演示一下 这个也是 对就是这个 好,点一下 是可以,真的是可以聊天的了 好,我们现在打开CheckGPT 然后进行演示 OK,它很简单,画面很简单 这个我已经是登了账号的 这个账号呢,首先你要在官网里面注册有账号才行 我这边已经注册好了 我们现在直接演示一下 这个CheckGPT是在哪里下载的 是在也是在App Store里面去下载的 只要你去App Store里面去搜索 CheckGPT 就会找到这个GPT 在第一个月是我已经下载了 所以这一件只要打开就可以 打开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是 评分4.6 版本一日进度才20个小时 就是很刚刚更新的一个版本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信息呢 是OpenAI公司出来的经销商 可以做三级建模后 AI画图的一个电脑配置 天的 虽然KPT我们可以往上面刷上去 就可以下面不停的在出现文字在打 好玩了 这个就是它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 给的一件一个CPU 一个选卡 选卡很重要的GPU 还有内存大小 层的空间 选择器跟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 这就是它给出来的一个配置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机上 也是可以这样聊一下 我们现在还可以用语音 它这边有个语音 我要做一份东坡肉 该怎么做 这个是语音来的 对 你用语音输入 然后它会这边 会给你转换成文字 然后我们再提交上去 看它会怎么样 非常建议 给的你 给的你 哈哈 对 一份东坡肉 然后它要简单做法 就是材料给你 铺子告诉你 基本上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就可以做得出来一份 比较正规的一个菜谱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CPU 真的是在手机上已经有了正宗的APP 可以去使用 所以大家会去下载这个APP 然后去试玩一下 OK 我们的这些视频就在这里 下期我们会分享一些切开GPT BD Junior 还有Stable Defusion 一些AI会头的一些耳间的分享 我希望你们大家继续观众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